航母杀手绝技练成 进来,东方21B进行了一次实弹打靶,成功击中路上模拟目标,你你自己航母,一直打穿底层甲板装甲,找得到,打得着,打得沉。 东方21B真正成为航母赫星,不过,仍有人泼凉水,这是为何?东方21B能力到底如何? 此次实在演练的消息,由俄罗斯一家媒体进来予以报道,报道着,两枚东方21B进行了实弹射击,击中了在戈壁沙滩中,设置的模拟目标。 导弹以5倍音速击穿飞行甲板,及其下方6层甲板,一路上削铁如泥,击穿了底层甲板。 报道认为,目标的强度配置模拟了你你自己航母,这样的消息,令人振奋。 不过,一如既往的,仍有人对东方21B的能力是怀疑态度,有人就说了,打个海上目标试试,其实,据信东方21B也是打过海上目标的。 这个仍且不表,我们从头说起,弹道导弹打航母,可以说是无间的杀招,以东风21B为例,它的射程大约为1500公里,加装多种弹头诱饵,使反导系统难以拦截,而且打击精度接近巡航导弹,具备多枚发射宝核攻击的能力。 它能够以10马赫速度促冲攻击目标,换算一下,时速1.2万公里,陷阱任何防空武器,都无法真正实现实战意义上的拦截,如果说没有打准,那得怪导弹自己没锁死目标,或者追踪机动过程中没有把握好。 如果有被拦截住的,那只能说是纯属运气,绩效概率事件。 但是,关于弹道导弹打航母,一直以来总有人是怀疑态度,航母尽管地基庞大,但在茫茫大海之上,从高空搜寻又无异于大海捞针,谈何容易。 所以,每当有关于东风21D等弹道导弹的话题,总有人说,能找得到航母吗?或者说,打个海上移动目标试试,这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 但到导弹打航母,导弹的能力固然重要,根本还在信息、通信和制导能力,侦查、跟踪,锁定式基础。 这种疑问,有的是纯属探讨,有的则是故意抹黑,目的很明显,挖揭斗志而已。 其实,关于东风21D能否打航母,中国导邀公开说法。 在一次重大阅兵中,关于东风2D的介绍就是,它是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道导弹,是控范围广,攻击速度快,突防能力强,是我军海上飞队这作战的杀手舰武器。 同时,还这样介绍东风20流,能对陆上中央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,实施常规中院程精确打击,是我军可常通用,全域设战的新型杀手舰武器。 很显然,中国的航母杀手不止一个,东风双雄都具备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。 东和公开信息可以判断,东风21B已经进行过多次成功测试,最近这一次测试,战略了其破坏能力。 一般而言,击中航母很难,击沉航母则是难上下难,航母各部位靠打击能力极强。 密封航、分、断建造等技术,即便中弹,如果不是击中弹药库或要害部位,很难令其沉默。 如果能够令航母甲把产生严重战损,战斗机无法起降,即可被认为打击成功。 东风21B针对陆上模拟目标实施的攻击表明,他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让航母暂时失去战斗力,而是要送对手直接到海底。 所以说,能够找得到,倒得着,倒得沉,东风21B已经完全练就了真本领,航母杀手称号当之无愧,对此,美国质疑也罢,相信也罢,东风21B的实力就摆在那里。 还是别以身反省为好,我们唯有这样的建国神器而花心鼓舞,让我们加油奋进,宠武强军,为中华崛起保驾护航,为伟大中国梦打造安全之机。